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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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oin Bitcoin 比特币 比特币 Bitcoin is going to the moon 比特币是下一代人的房地產嗎? 根據Coinbase調查顯示 每五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持有加密貨幣 川普跟計畫在選後建立比特币國家儲備 2014年華爾街推動比特币 ETF 通過 傳統金融巨頭紛紛布局區塊鏈 並且推薦高資產顧客做投資配置 你是否聽過比特币 卻不知從何入手 這其實也是我們曾經的心聲 趕快收聽有五年加密貨幣交易經驗的 千萬交易員主理的Podcast頻道 讓你輕鬆掌握市場的動態 從入門知識到實戰的投資策略 Apple Podcast好評高達4.8顆星 立即搜尋加密貨幣千萬交易員的尼南Podcast 加入下一波財富列車 來 今天波特有藝術我們的現場呢 拉到了瑞典 哦 真正是瑞典 好 問的是瑞典劉先生 也寫著劉靖昂 會我們台灣的高雄音啊 好 不過以2011年已經去水電了 然後出了一本書 《斯德各摩》 我們一定馬上這麼做好處 不是 宜居指引 來 劉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先請問你 你為什麼會去待在瑞典啊 對 這其實蠻有機緣的一個故事啦 2011年那個時候 我打算要就當完兵 然後要出國念書嘛 那我就當時就只告訴自己說 我要去一個完全不知道 很少人也知道 然後完全不熟悉的國家 我要去體驗一種這種 從零開始那種感覺 那當然北歐是全世界很多人 就是都很不太熟悉的嘛 然後他們又有很多 很好的教育系統啊 等等的和福利社會啊 所以就想要去看一看 然後就畢業了之後 就有很幸運的找到工作 就一待到現在12年 這樣 因為我對瑞典啊 想到第一就是 說《斯德各摩》真好群嘛 你被人家打壓 最後還會崇拜他 粗略的認識啊 如果買東西的時候就 他去啊 那個黃色藍色的那個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多做一些說 還有什麼其實 那應該知道 一些瑞典耶 對還有 東西還有很多啦 比如說那個 我們開的那個Volvo的汽車啊 就是他已經也是 瑞典精神的一個牌子嘛 然後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瑞典是全世界第三大的音樂生產國 僅次於美國和英國 比如說以前那個什麼 小甜甜布蘭尼啊 他所有最暢銷的金曲都是瑞典人製作的 然後還有比如說現在很流行這個的 美國流行天后泰勒斯 他的很多的 他有一張專輯很多都是瑞典人製作 然後有一個是那個什麼 歐洲會舉行了歐洲歌唱大賽 很有趣 有各國來比賽 那瑞典是和愛爾蘭並列 史上拿最多冠軍的國家 這樣一個小小的一個國家 然後甚至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到斯德哥爾摩大學念書的時候 然後我隔壁有一個瑞典同學 他電話說你從台灣來喔 我說對 他就說 我曾經幫你們一個男子團體寫過一首歌耶 我說什麼男子團體 他就跟我說55665566 做我旁邊的同學 跟我說他曾經幫台灣的一個男子團體寫過 然後我就趕快去Google一下 是真的 真的就是他寫了一首歌投稿給音樂公司 音樂公司就把這種版權賣到全世界 看哪個國家哪個歌手要 所以他們是這樣一個音樂產出的大果子很低調 他們不是在目前的 他們是在幕後的 所以也算是軟體很強的一個國家 對這種軟實力啊 這種輸出啊 對文化上他們其實蠻厲害的 可是我們一般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北歐人好像比較冷漠 然後關座冷漠 住的地方冷啊 然後包括他們說的 因為他不是以英文為主嗎對不對 他們是瑞典文 瑞典文嘛 對 那你去有面對到這個問題嗎 就是他們人真的冷淡嗎 對 這個其實很有趣就是 是季後影響民族性這個事情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你去看比如說 熱帶地區國家的人民啊 泰國 那種菲律賓 這樣 他們就會比較樂天一點 因為他們每天 跟太陽相處 所以像我們在台灣 有時候是 痛恨太陽 覺得說怎麼這麼熱 夏天的時候熱到受不了 對沒錯 那在瑞典這種地方 因為地廣人西 先跟大家一個概念 瑞典大概國土 是台灣的13到14倍大 可是人口 只有1000萬出頭 然後台灣2300萬 所以他是 對廣人 現在他國土里約有大概20到30% 是在極圈內 所以都是很冷的 但整個國家都有人住了 連在極圈內都有我們台灣人 大家不要意外 只有台灣人住在那邊 對 可是你要大家想 就是你每天好 這麼冷的狀況下 你出門就會想要回家 所以你大部分時間 一直跟自己相處 你出門在外這麼冷 你也不想要這邊 做很多戶外運動 你一定會想辦法 要去室內待著 所以他是影響人們 比較沉靜 然後比較沉默寡言 這樣子 那這也造就了 就是一些現象 比如說這種可以延伸到什麼 延伸到居家的文化 所以有IKEA 這種牌子 因為家庭生活很重要 我們要在室內 待很久的時間 以及說這種 簡短惡藥這種 就是該做 時間到就要做什麼事 因為天氣很冷 民族性是很務實的 所以你看IKEA 這種東西就是 家具該是怎麼樣 就給你怎麼樣 我也沒有給你很花俏的裝飾 什麼 比如說法國意大利 這種歷史悠久的國家 就會有很多奢侈品牌 很多那種好 還要更好的東西 對 我看你書上 你有講說 像瑞典人的 他們就變成 個人相處 時間比較長 對 那所以他們也不會 隨便請人家 去家裡吃飯 他們也不會 隨便跑到你家裡吃飯 甚至也不會讓你說 不然你不方便 都住我家好了 很少很少 就當然了 如果你是緊急狀況的話 一定會幫忙 大隊幫忙 只是說 人和人之間那個相處 我覺得台灣的聽眾 可能要理解的是說 在台灣我們有這種很多那種 簡不斷理還亂 千絲萬縷的那種人際關係線有沒有 比如說 這是我們哪一家的親戚 然後這是鄰居 我們的上司 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小孩 各種關係要打理的很好 可是在瑞典就是你生活會變得很簡單 你的人際關係會變得很簡單 然後你會覺得很多事情是不必要 那就不要去相處 不要去碰 所以人和人之間是維持一種很簡單的關係 那我覺得最高的原則是互相尊重 所以其實瑞典人的民族性有一點點和日本人有點像 他們不想要麻煩別人 很害怕麻煩到別人 所以你會先設身處理替別人著想 比如說時間到了看到人家家裡要吃飯了 你可能不會等著說要不要一起吃個飯 就說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那對方也就不會留你 對方也就是會很尊重你的意願 不會說怎麼現在就走 趕快留下來吃個飯 台灣人一直這樣子的人情味 對不會瑞典人就是會你要走了 可以啊好那我們下次再見 因為他尊重你的想法你的意願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個是一個很冷漠的表現 可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全世界的民族都不一樣 這才讓世界更有趣嘛 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覺得這是我尊重你 以及我為你著想的一個表現 這樣劉先生你去那搭車的時候 搖搖搖就去的嘛 那你會不會覺得比較寂寞 因為我們台灣人就是老子老子的啊 那去到那邊也沒有人特別說 哎呦你來吃飯 留你吃飯照顧你 我想你會不會有點疑惑啊 對我覺得呢 至少對於說土生土長的瑞典人來講 他們就從小這樣長到說沒有這種感覺 對於我來講我過去的時候一切都還很新鮮有沒有 像是掉到一個新的國家有一個蜜月期 所以一開始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因為你還要一直其實很忙 你一開始要探索生活 要適應 所以沒有想那麼多 那當然後面開始就會慢慢開始覺得說 哎好像真的人和人之間相處也不一樣 不過我也覺得我也慢慢的適應了 也告訴自己說 哎每個國家的文化就是這樣啊 那我出來就是多體驗這一國的文化嘛 所以其實後來就是很適應了 直到是變成是說 就是反而是我每次回台灣 都還要重新適應台灣的民族性 就是很熱情很浩客 然後人際關係要大家都說見面三分情 各種人際關係都要好好的處理 對那一方面我也是後來也很佩服 各位聽眾朋友或台灣人就是 每天要面對這麼多的這種人情上的一些相處 對沒錯 那像這樣的話 如果我去你們家吃飯 那我也不會特意留 你也不會特別邀我 那如果有時候還是會出去吃飯 那一定是變各副各的嗎 非常常 對出去吃飯一定各副各的 那如果你被邀請到人家家裡吃飯 有沒有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看狀況 基本上你被邀請 所以你是客人 你基本上不會不需要付錢嗎 就很奇怪不用付錢嗎 但是你也要記得就是 這是人家請你一個 所以你之後總是要還回去 瑞典人很在乎這個公平性 而且他們很不喜歡欠東西的感覺 所以就是出去吃飯一定是公平的 就像是我前陣子還在台灣 我真的那時候都開玩笑跟我台灣朋友說 我好喜歡跟台灣人出去吃飯 跟台灣人出去吃飯 大家都搶著付錢 真的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對我來講 我現在像是變客人 西客很少回去 大家就說不行不行 那時候這個我來請這樣 然後因為在瑞典 就是不會這樣子的 我們就是 都是一定是各副各的這樣 當然我也是跟我台灣的朋友說 如果你們來瑞典玩的話 我一定也是會請客 我不會用瑞典的方式對待你們 請問一下 就瑞典他們 像台灣就可以吃的東西很多 然後我每次看到歐洲吃的東西 都覺得很很單純耶 是 就是好今天要去好了 你要請客 你會請什麼 這個就還有 瑞典還是有他自己認為他的傳統菜肴 比如說肉丸這個東西 對啊就是IKEA那個肉丸子嘛對不對 對但其實這個也蠻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肉丸這個東西 在各個文化裡面都有 我們台灣其實也有啊 獅子頭不就是肉丸的一種嗎對不對 對 其實你要說這個東西喔 肉丸它就是絞肉跟香料 和一些蔬菜揉一揉變成一個丸子 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的 但因為大家知道說 瑞典它其實沒有什麼美食文化 大概在一個世紀以前 還是一個非常非常窮的 北方滿足國家 被歐洲那種南方的貴族 法國西班牙一代這種貴族 看不起的國家 對 一個窮的國家是比較難發展出精緻的 美食佳肴的一個文化的 不像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這樣 所以他們東西都很簡單 然後瑞典有很大量的海鮮 很喜歡吃魚啊這樣子 所以他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菜肴 但是總體來說你要這種比起來的話 比如說和台灣這種傳統的這些菜肴比起來 還有這種版德的文化 瑞典真的是很缺乏 我必須要這樣說 可是他們吃的其實真的也很簡單 就是食物該是什麼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也是很務實的方式 然後這個當然也可能會連接到說 他們其實很健康 然後壽命也是很長 我覺得這個跟生活習慣跟飲食關係也是很大 那我請問一下喔 劉先生 你說人際關係也很簡單 我們不用花很多時間 在送往迎來啊 人情世故 我吃東西呢也很簡單 我不會花很多時間在那邊住啊 拉朋友來啊 朋友去啊 那我住的什麼也很單純 那請問大部分時間在幹嘛 大部分時間喔 這蠻有趣的喔 我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瑞典家生活很簡單 時間是不是很充裕 可是我覺得好像沒有欸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 我至少每天的生活 還是花很多的時間在做一些事情 那我總歸的來說是說 我們的生活沒有像台灣這麼的便利 很多事情全部是跟IKEA一樣 我們要DIY自己來 比如說父母基本上這邊的父母很少再請保母 因為他們認為小孩要自己養 這是我的責任 所以你要是 然後他們的幼稚園喔 或小學什麼三點就要下課了 所以你要父母 你要趕快去先跟公司說 我先去接小孩 接完小孩在家慢慢把工作做完 那所以你有很多事情 那包含比如說我這種 一個人獨居單身的人 我回到家之後總是要 然後買東西然後煮飯啊洗碗啊這些 因為我們吃外面很貴嘛 你弄一弄之後你也很快 比如說你在台灣 你可能要花半個小時 外面買個東西吃一吃 半個小時四十分鐘結束 我可能要花一個小時多 然後家裡所有事情全部都自己來 然後很多時候你要跟政府去打交道什麼 比如說要繳什麼東西 或者是溝通什麼東西 或申請什麼東西 都不像台灣這麼便利 就是說你很多時候可以去打個電話或什麼 就是動作很慢 事情很慢 效率很慢 所以我覺得花很多時間在處理這些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可能瑞典人花比較多時間 但台灣人比起來花比較多時間的是運動 瑞典人非常重視運動 一個禮拜運動兩次是基本 一個禮拜運動三次也是很正常 所以就生活習慣變得很規律 然後你會感慨知道說每天要處理什麼事情這樣子 對 所以對於很多人來講可能是生活蠻無聊的 不過我覺得我聽劉先生這樣講 你看喔 你下班三點 你那下課 他沒有安親班可以去 沒有啊 就是爸媽就是 把孩子娘娘都回家自業自得 然後你的晚餐就是自己煮 沒有什麼生人啊 還是什麼公司附近有什麼麵攤啊 都沒有 每樣東西自己來 好那在這樣子的 感覺上又很單純 自己要操作一切 那我們等一下要問一下 因為現在俄乌戰爭其實還在歐洲打 這個對瑞典現在生活有沒有影響 馬上回來 今天有意思 繼續連線是這個瑞典 我們台灣孩子 高雄孩子 劉先生 劉靖恨 其實這個劉先生呢 他在網路上啊 他用這個瑞典劉先生 其實他寫下了很多 他剛在瑞典 從2011年到現在 要12年他的生活很多的心得 所以我剛剛在這個我們廣告時間 我剛剛說 這個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住瑞典耶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其實各種文化上 他有在思想上和價值觀上 跟台灣還是差很多 他們是一種覺得你能力越大 你付出就要越多的一個社會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像現在因為這個俄烏戰爭嘛 所以其實對在歐洲的生活 是不是也是東西變得很貴 對 因為現在我覺得大家 就是都會忘記說還有戰爭在打 尤其大家的焦點 現在是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邊搶走了 但其實這不代表說俄烏戰爭結束了 他還是繼續在打 那個影響很大 第一個影響就是通貨膨脹嘛 因為烏克蘭是全世界的那個糧倉之一 他們生產很多糧食 所以這個通貨膨脹 我們之前瑞典已經是到最高已經到13-14% 那現在有下來一點點 那通貨膨脹怎麼下來呢 就是要把利率調高嘛 所以比如說我的房貸啊 以前我們瑞典利率很低 因為要鼓勵大家就是多消費嘛 市集經濟 我的房貸喔 先這樣說一年三個月之內 瑞典政府升息十次 你可以想像一年三個月內升息十次 大家可以想像在台灣如果 今天政府喔 五個月內升息兩次 大家都要上街頭抗議了 那不用講耶 馬上政權輪替 對 馬上政權輪替 一年三個月內升息十次 我的房貸利率從1.2很低喔 非常低1.2 一年三個月內到現在5 哇 5% 你知道漲了快5倍這樣子這樣漲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戰爭啊 這個然後這個通貨膨脹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是經濟不好 因為很多公司倒閉 因為你知道大家要知道 歐洲才剛從這個新冠的那個浪潮裡面 復甦回來 他以為說要回來 就遇到戰爭 所以是一直沒有回來 很多公司真的撐不下去 因為政府的那個COVID的補助也有限 所以公司倒閉 那就會失業率 失業率變高 失業率變高 你對民生的影響很大 你整個社會是不穩定的 對 然後又加上還有說 當然因為烏克蘭危機 有很多很多的烏克蘭難民也來到各國 那難民的安置和相處 這個是非常需要社會的耐心 以及政府的資源 所以大家要想這些所有我剛剛說的事情 發生在短短的兩年內 然後又加上 才剛從疫情的陰霾要走出來 所以這一連串下來 其實對這種歐洲的國家打擊非常大 我覺得經濟本來從疫情中 剛才想說要進行 然後戰爭就在歐洲事實上就打起來 然後我們在台灣也能海島國家嗎 我們看別人說 那個波蘭的收難民 哇這個好好喔 好像認為大家都要安置難民 可是其實這個不是只有收嗎 還有接下來怎麼面對 對 我覺得是說 收難民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所有的有能力的國家 其實現在很多就算你覺得 他沒有能力的國家 他們都還是在收難民 其實都是很偉大 就各個國家都有義務 因為大家是住在同一個地球村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說 你的後續的安撫政策和社會融合政策 以及說和那些對於難民們的 他們的一些安置的政策是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 你不能做半套 你不能夠只有愛心 進來之後 你不去做後面的配套 因為這個對難民不公平 這個對本地居民也不公平 這個對誰都不公平 而且它是隱藏著你未來社會的一個 分裂的一個因子 就是這些這些事情 所以是說瑞眼政府它其實自己有承認 它的這個執政黨曾經有出來說 我們過去十幾二十年的移民難民政策 融合政策是失敗的 他們自己出來承認 他們自己過去做錯 這個也是很不容易啦 但是他們也真的也是火燒屁股了 因為現在整種的社會的民生問題 我看到你有寫說 其實我們對瑞典就覺得他就是個北歐啊 可能是白人很多 然後你後來說他上面其實他很多的都是二代 就是很多是移民來的 像什麼土耳其 他很多很多 然後 對其實 對對對 他們說瑞典 就是說如果你看就是說富於母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民富於母之中有一個 至少一個不是瑞典人的話 這樣的比例是大概25%左右 全國25%是很高的 那當然啦可能大家不會馬上看到是因為說白人的移民也是移民嘛 比如說從波蘭移到瑞典也是移民 但是說他是說他是這樣很全面的這樣的一個包容政策 因為瑞典人認為 瑞典政府的一個想法是說 只要你想要成為瑞典人 你願意來我們國家跟我們一起付出 我們就應該要給你機會 然後他們要認為說我們要不是一視同仁的 大家都要一樣 不管你的膚色你的種族你的過去的背景 可是呢瑞典政府要求的是說 但是你必須要認同瑞典的文化 要成為瑞典人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尊重人家的原生文化的情況下 你又要人家變成瑞典人 因為當中有很多的價值觀是衝突的 這個我覺得是 也是很多歐洲國家在面對的難題啦 對 因為我覺得難民其實是 就是移民啦 也有的是難民 也有的是移民 然後要怎麼樣 大家真的很平等 生活在一起 這是時間的了解 需要太多因素 因為現在還是經濟又不好 又有戰爭 我覺得這個都會加劇 那像瑞典這個瑞典 像台灣人多嗎 不多欸 就是 據我們台灣這邊這個辦事處自己的 我們的那個估計 說好像有一千人 但是我的體感是覺得沒有這麼多 當然一千人裡面包含很多學生啦 那學生是短期的嘛 可能來交換或什麼 那你好像還包含二代 可是二代不見得會認同他們是台灣人 因為他們在瑞典出生長大 以及他們可能其中一方的父母 一方是未典人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是 就來看說如果你其他 不要你要跟英國法國德國 比我們的人是真的很少 很少齁 那很少你會因為你是台灣人 因為是少數 而且我們亞洲人是很明顯看得出來 你有剛剛說他們對待你的方式不太一樣嗎 有幾個點齁 就是說我剛來的時候 12年前那個時候 他們真的是台灣泰國分不清楚 因為真的英文太像了 然後又在遙遠的東方 他們根本管不著 他們真的就以為你是泰國 你跟他們解釋說不是泰國 他們可能還以為說 那你可能是泰國旁邊的一個相似的國家 這樣子 那是一開始 然後後來就當然 大家還是會覺得你是亞洲人 但我覺得是直到 從可能2019年開始 瑞典對於台灣的認識有非常大的進步 這有好幾個事件 大概有三個最主要的事件 第一個是2019年 瑞典台灣同婚通過 這個是對瑞典是個大新聞 因為瑞典最在意這個事情 他們最在意這種價值觀相近的國家 台灣是身為亞洲第一國 那時候瑞典的媒體大肆報導 又加上我們台灣人 我們在瑞典的台灣人自己組隊 上街在瑞典的那個同志遊行亮相說 我們是亞洲最平權的國家 瑞典那時候對我們認識非常大 第二個是我們的那個 新冠疫情的處理非常出色 這件事情在瑞典媒體一直被拿出來講 檢討自己的國家瑞典 為什麼沒有辦法像台灣一樣 所以台灣又再次要上國際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是我們成功連任兩次女性總統 這個對瑞典也是非常讚 因為瑞典到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蔡英文連任的時候 瑞典都沒有出過女首相 大家會想說瑞典這麼平等的國家 沒有出過女首相 對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也是一個最大的 然後最近是因為這兩年 是因為中國的文工武嚇 這個上了瑞典新聞很多次 瑞典人也是很在意這種 國際上被欺壓的國家 所以總總下來我想現在瑞典 就是認識台灣是非常非常認識 大家都甚至有時候很多時候啊 我就是剛認識瑞典人的時候 他們聽說台灣來 他們有時候第一個反應都會說 你們還好嗎 你們是不是要被打了這樣 對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已經在這樣的狀況七十八十年了 我們繼續OK 只要你們繼續支持我 我們就會繼續OK這樣 對 我們現在反映是瑞典劉先生 我覺得要反映 像這個最近對台灣的外國人的反映 就是真的同婚啊 還是疫情控制很好 那最重要是中國炒作了我們 一直要打我們 又要打我們 對 不過有一點 因為我覺得你住在那裡 我剛剛為什麼說 它不容易啊 第一你姐聽知道 台灣人真的很少 而且他整個的社會 那個邏輯跟我們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價值觀也不太想 那你留在那裡 你們直接問了 是因為薪水很好嗎 收入很好嗎 嗯 不是欸 我覺得收入這一塊 大家可能也會有一個誤解啊 就是當然啊 你表面上看說他的收入很好 可是我們收入看都是稅前 我們還要繳稅 這是重點 那這個稅 對 這個瑞典的稅有趣的是 他分的很細 今天你住在大安區 和你住在內湖區 你的稅不一樣 我們的稅分倒是用區來分的 所以他有各種的稅 他們的邏輯就是說 因為你是居民 你每一個區有自己的那個概念 那你都是要身為這個區的這個貢獻者 對這個區還有自己的政策 比如說各種不同 比如說福利政策 或者是說一些設施 都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你把那個稅算進去之後 你的可運用的這個收入 其實並不會到非常高 你甚至就跟台灣這樣比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 其實台灣我說老實話 就大家台灣很奇妙 台灣大家都會覺得說自己過得不好 其實台灣你從各方面來看 其實都是很富足的 大家不要覺得說歐洲過得很好 你看像我剛剛說 一連串的問題和政策 還有這種經濟上的問題 還有說你薪水還要繳這麼多稅 我只能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好與壞 都有它在經歷的困難 不要永遠只看到自己國家的困難 然後去羨慕別人 你殊不知這種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我們在其他國家也是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 對不對 對啊 那你的稅金要扣到幾% 我覺得它是這樣 它就是說 先給你扣一個級距 然後你的收入再超過多少錢的話 那一段又再給你回個級距 那我是有超過到一段 那一段上面是要扣到一半 就是收入一半 一部分的薪水是要一半要繳出去 因為我超過又過了什麼級距 那你是收入那麼好嗎 好到他給你扣一半啊 其實我覺得沒有 他到底為你做什麼事情啊 跟瑞典人都差不多 所以這也是會讓瑞典人就是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大家也不會這麼的積極 想要說我要一定要多認真 多努力到一個大主管 因為我可以花多少錢 因為其實我們收入不是這樣算 我們並不是說你在什麼樣的大位置 你就是個大老闆 就給你多好的權利和薪水 其實還好 因為你其實算一算 你賺越多 賺越多的狀況下 你的老闆可能 最後的那個金額 沒有跟你差非常多 沒有跟你差到什麼十倍這樣子 不過你說扣稅扣到那麼高 是不是 像我們就會聽到說 好像你鼓勵生育嘛 你生一個小孩之後 好像你生出來就是國家的事這樣 一直給你刺啊這樣 就很多的福利政策 是這樣嗎 對這倒是沒錯 我覺得至少我看 比如說跟美國 美國其實稅也很多很高 而且算一算 零零總總稅也很多 但我覺得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瑞典的稅是很值得的 尤其是當各位想要有家庭的時候 首先小孩從出生開始 一直讀到博士都不用錢 博士不用錢 不用不用 那你當然你在學校裡面 你要講一些公本費嘛 比如說基本的一些什麼公本費 但是都是不用錢的 以及是說伴侶啊 就是有小孩了之後 每一個小孩可以給這一對伴侶 480個工作天的有心育嬰價 工作天不含六日喔 也不含國定假日 480個工作天的有心育嬰價 一個小孩可以給一家 所以兩個小孩就是double 而且是兩個人都有嗎 兩個人共享這480天 可是很有趣喔 他有規定說不能一人獨享 就是他會害怕說 會造成一個狀況 比如說最傳統的狀況 是媽媽就會在家一直帶小孩跟社會脫節 他有規定說480天裡面的90 至少90天要給另外一方 要公平均衡 那這個是不管同性異性伴侶 甚至是你領養小孩 甚至是你自己一個單媽媽 你自己要去社福機構領養小孩 都一樣的這樣子的 是全世界最剛慷慨的 然後還有很多的各種不同的運營政策 所以有很多人來到瑞典 也包含我這次回來之後 我這次走在路上 我最大的感受差別是說 小孩好多 我們這邊小孩好多 而且它這個並不是說 你有鼓勵大家就會生育 它是整體社會的環境 比如說你路上好不好推娃娃車 你有沒有人行道 以及說你在各個空間 有沒有地方讓媽媽們 爸爸們放育嬰車 那個嬰兒車 所以你在路上說 哇小孩好多 而且小孩大家都會帶出來 因為它的環境是友好的 所以台灣的低生育率考慮的 不能只是補助 因為這個沒有用 因為它是整個社會的氛圍 大家願意讓爸爸媽媽們 伴侶們養小孩的氛圍 我就聽你講那個 兩個人有四百八十天 有心育嬰家 你就知道政府很有生意 你一娘死 對沒錯 這個怎麼來的呢 就是從大家繳的稅金來的 那你今天像我一樣沒有小孩 你可不可以說 那我就不要繳 不行啊 因為這個是大家一個公平 同舟共計的精神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 要理解的是這部分 那還有一個 因為台灣還有一個壓力 有說買房子 我們覺得房子好貴喔 可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欠一下下來就你會了 又要給孩子 那瑞典呢 我看說你說買房子 是買權利而已喔 對這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以為你在瑞典買了一棟公寓 可是不是 你買的是這個公寓的居住權 因為照理來說 理論上來說 所有瑞典的公寓都是屬於政府的 我們是一個帶有濃厚 社會主義味道的民主國家 所以它很多是公有制 所以你買了這個居住權 那居住權可以是永久 實際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 你還是覺得說這是你的公寓 可是如果你法律上或理論上來看 你買到的是居住權 那這個最相關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房子裡面 你要怎麼做 你自己的房子沒有問題 可是房子外面包含窗戶 你要弄窗戶 不能隨便弄喔 你要通知你們的管委會 管委會要得到許可 因為窗戶會影響的是房子的外觀 因為這個房子是政府的 所以你沒有權利去動你的窗戶 和動你的門 所有對外的東西都要經過核准 那在裡面的話 你要怎麼佈置是你的事 所以這個是說很不一樣說 你可能辛辛苦苦買了一個房子 就最後發現說真正的擁有權 其實還是政府 好 不過這個呢也會讓房價 因為這是一個權利嘛 你不會一直上去啊 還是一個穩定在那裡 不過我覺得這個 我們的瑞典劉先生 住在瑞典12年 好不然是我們台灣劉先生 你現在一年回來幾次啊 疫情之前大概一年會回來兩次 那疫情中間我大概兩年半到三年沒有回來 因為真的比較麻煩嘛 沒有辦法請那麼多假 因為要隔離嘛 然後現在的話 我現在也是 因為其實這個 剛剛說到這些戰爭和通膨影響到的是機票 現在機票是以前我剛來的時候的 將近漲了要三倍 哇 所以現在就是要回去 也是每次都要勒緊褲帶 所以現在各位台灣的聽眾 看到你有歐洲回來的朋友 真的是好好的就是要鼓勵他 因為現在每次回來一趟都不容易啦 當然這是該回去還是得回去看家人嘛 這個是錢這種事情是再賺就有了 這種所以也沒有對 我想說一個人在國外 其實瑞典的這種民情 價值觀跟台灣其實真的 生活習慣都不太想 不像什麼日本美國 因為我看到書上有一個說 有一個地方台灣人很多 可以叫做小台灣 後來看說 蛤? 蛤? 哈哈哈 是不是只有十戶嘛 十戶就小台灣嗎 十戶台灣人 居住在獅德格爾摩某一個郊區 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們已經叫小台灣了 因為從來沒有台灣人可以聚集 我們從來甚至兩戶三戶都沒有發生過 十戶聚集在同一個小區內 這個是一個很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今天访问 斯德哥尔摩宜居指引 这个刘先生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这个瑞典 我们觉得好像有认识他 可是我们今天更了解他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